著名书画家温亚平老师 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体字 温亚平 又名温平 号龙山人 原籍佛山 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温亚平 美国中国画院院长 亚洲艺术学会会员 亚洲艺术学院特聘画家 温亚平自小从事美术教育的父亲温和天的影响下 钟爱绘画 七岁到十岁间已多次获得广东省儿童画展一等奖 十三岁时山水画曾在CCTV重点介绍 1983年参加广东温氏五人展 作品颇受赞誉 温亚平1990年移居美国 1992年进入加州艺术学院深造 全力投入艺术创作 期间多次参加国际艺术家联展 1992年在纽约举办二人展 花卉作品被纽约艺术馆收藏 1995年被编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绿及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大典 2011年 中央电视台书画人生专题报道 受国家文化部中国美协之邀 创作画作90只熊猫作为建党90周年的礼物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 温亚平在北京个人画展 以西桥山为题材的两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收藏 采末画熊猫张家界 美国风光获2010年中国美协第16届亚运会中国画展优秀奖 并在亚运会拍卖 作品山水被亚运会全国中国画展览收藏 国画作品半领全蒸流 其实如可马 石米长福采末作品90只熊猫应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全国大型展览 温亚平的山水作品首度进入国内拍卖市场 即受到不少藏家的青睐 其作品天池估价16-18万元在北京汉海春季拍卖会上以20.07万元成交 作品冬日估价28-38万元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以36.8万元高价成交 作品丛林惊鸟以18.4万元成交 广东省拍卖会上 作品一国风情以11.5万元成交 著名书画家温亚平老师 为美中文化产业中心提志 温亚平 又名温平 毫龙山人 原籍佛山 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温亚平 美国中国画院院长 亚洲艺术学会会员 亚洲艺术学院特聘画家 温亚平自小从事美术教育的父亲温和天的影响下 中外绘画 7岁到10岁间已多次获得广东省儿童话展一等奖 13岁时山水画曾在CCTV重点介绍 1983年参加广东温市五人展 作品可受赞誉 温亚平1990年移居美国 1992年进入加州艺术学院深造 全力投入艺术创作 期间多次参加国际艺术家联展 1992年在纽约举办二人展 花位作品被纽约艺术馆收藏 1995年被编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陆及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大典 2011年 中央电视台书画人生专题报道 受国家文化部中国美协之邀 创作画作90只红猫作为建党90周年的礼物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 温亚平在北京个人画展 以西潮山为题材的两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收藏 彩墨画红猫张家界 美国风光获2010年中国美协第16届 亚运会中国画展优秀奖 并在亚运会拍卖 作品山水被亚运会全国中国画展览收藏 国画作品半领传增留 其石鱼渴马 10米长幅彩墨作品90只红猫应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全国大型展览 温亚平的山水作品首度进入国内拍卖市场 即受到不少藏家的青睐 其作品天池股价16-18万元 在北京汉海春贵拍卖会上以20.07万元成交 作品冬日股价28-38万元 在北京保利春贵拍卖会上以36.8万元高价成交 作品重林经鸟28.4万元成交 广东省拍卖会上 作品二国风情21.5万元成交 作品冬日股价20.5万元成交 作品冬日股价20.5万元成交 作品冬日股价20.5万元成交